我是好心不海青 我这个新潮婆会啊 一定会把你打扮得漂亮亮的 有时候丢工作了 为你丢什么我都不怕 你太会说话了 那你来点时代呢 1月24日起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一份的美好时代 小偷居然也会黑吃黑 就是呢有个小小偷 他是偷人家东西 另外一个大小偷 去偷了他的偷来的东西 结果同伙不满报警待人 专门利用深夜 小巷子里四下无人 戴着鸭神帽的窃贼 鬼鬼祟祟 东张西望 确定没有被人发现 拿出准备好的万能钥匙 打开公寓一楼大门 潜入偷窃 镜头再换到通话街 夜市旁的公寓 这次小偷骑着机车观察地形 确定住户都关灯休息 才准备下手行窃 专案小组原本以为 有车牌就可以寻线抓人 没想到却一直断线 直到一通检举电话 才让小偷行踪 曝了光 小偷贪先不足 连自己同伙也不放过 把一起偷来的笔电 占为己有 头脑气不过偷偷报警 并且把他的犯案模式 和居住地点通通告诉警察 终于让贯切踢到铁板 狼狈落网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